广西献血达人秦国记于2006年第一次接触献血,14年来他从广西走向全国,至今已在全国29个省级直辖市等进行无常献血,累计无常献血次数205次,献血总量超7万毫升。 据了解,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全身血量约占体重的8%,血液总量约为4000到5000毫升。 对于体重68公斤的秦国记来说,其累积献血量几乎是他全身血液的15倍左右。 今年44岁的秦国记仍在全国各地的献血点打卡,回忆起第一次献血,他称当时他对无常献血并不了解, 担心献血是否会对身体造成一定影响,在咨询医生后,他立即捐献200毫升血液。 在那以后,只要献血的时间间隔一到,秦国记就主动到血栈献血。 既然献血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,那我献血不要给救别人的生命,那不合了而不为吗? 然后我都想着这个,只要我身体献血,我就会坚持献血。 那个时候刚开始吧,是献血,从08年开始,我就开始献血那个单载血疗板。 单载血疗板是每间隔14天可以献一次,一年可以献24次。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投入公益,秦国记辞掉稳定的工作,过着一边打零工一边做公益的生活。 2012年,秦国记决定要在广西各地集市的血站都献一次血。 两年后,他完成在广西的献血梦,萌生出在全国每一个省都献一次血的想法。 公益无常,秦国记为了完成全国献血梦,每次出行都会选择最便宜的硬坐火车。 他回忆,之前为了到哈尔滨献血,他不惜花上四天四夜时间坐火车往返。 此外,他介绍,献血时最怕遇到转安眉偏高、喝酒、休息不足、辛辣饮食等,都会影响转安眉素质。 因此,他为了能成功献血,不惜戒酒并多年清淡饮食。 除县水外,秦国记还参与多项公益活动,创建多个志愿者服务队,与参与的志愿者一起进行水上救援、交通劝导等。 他称,做公益是希望自己这一生不留下任何遗憾。 也有人问过我,你问过我,我的一生是什么是最精彩的人生。 我最近的人生,来到这一生,只要能够帮过别人一点点,一点点的小小的爱心, 我就感觉到,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来过一次,没有给自己留到一点点任何的遗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